海边总是莫名其妙出现的船只是怎么回事 海滩上竟然会有海怪出现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七个在海边发现的东西 大乌贼 2006年 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只非常大的乌贼 乌贼一般生活在深海区域 很少有乌贼被海洋带到海岸上 这只乌贼有可能是自己上岸的 生物专家很少能见到这么大的乌贼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机会 此前巨型乌贼只出现过一次 还只是在录像中 现在能有一个实体来研究 是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 朝鲜的船 据说每年都会有很多艘朝鲜的船出现在日本海岸 有时候只有船出现在海岸上 有时候船上还有尸体 因为那片海域十分危险 所以在这里出现事故是在所难免的 被冲上海岸的都是近几年的船 从这些船的状况来看 这些渔民可能是因为长时间飘在海岸上 食物不足饿死的 也可能是被浪卷到海里淹死的 海怪 有克梅丽莎在新西兰的海滩上发现了这样的场景 他还以为这是一个海怪 他害怕地给新西兰海洋科学家协会打了电话 专家来到这里观察之后告诉梅丽莎 这只是一块被俄景藤湖覆盖的木头 俄景藤湖可以分泌粘液 把自己粘在其他物体上 这样就相当于有了代步工具 当海浪把这块木头冲到岸上的时候 这些俄景藤湖也一起被冲到了岸上 干涸的渔港 这是前苏联一片繁荣的渔港 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险海 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内陆湖之一 想海的主要水源来自阿姆河和西尔河 目前这两条河流的水量仅为过去的二十分之一 所以想海在不断缩小 现在在这里只能看到废弃的船只 大量海洋动物尸体 俄罗斯半岛居住的人闻到海边有奇怪的味道 他们来到海边之后发现 沙滩上有很多海洋生物的尸体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据一个自然保护区的潜水员提供的信息 海洋中只有少数大型鱼和一些虾泄活了下来 当地自然保护学家测试海水的指标 发现海水中的化学物质比正常含量高出四倍 调查之后发现 这片海域中有很多农药物质 所以才造成大量的海洋动物死亡 管道 英国海滩上出现了四个巨大的管道 这些管道本来是运往尼日利亚的 由于运输管道的船发生了撞击事故 所以管道才会从船上脱落 有一些管道被冲到了岸上 有一些管道沉到了海底 有关部门把海底的管道打捞起来 和岸上的管道一起修复好了之后 送回到了尼日利亚 鲸鱼的尸骨 在西伯利亚的荒野中 发现了很多鲸鱼的尸骨 其中大约有34根鲸鱼的骨头 插在了地面上 推测是当地居民把这些鲸鱼吃掉了 并把骨头统一推到了这个地方 也有人认为这里曾经是一个祭祀场 这些鲸鱼是祭品 不论真相如何 这里都是一个凄惨壮丽的景象 听说长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后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